哎,大雨,你发现,我妈念得到了 哎呀,哎呀,哎呀 环境时候掉链子,哎 啊,啊,你冲动了 哎呦,哎 嗯,不是,有什么下不开的 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你要先进攻 是他 啊,啊 啊,啊,啊, 我 真的 不会点这么背吧,重来一次还能遇见他 你,我 哎,我觉得吧 你还是,这个 他比较帅 哎,这下他应该没机会得我下手了吧 糟了,赶不上开机了 让你找的群人怎么还没够 对不起,对不起,导演,实在不好 导演,导演,饭总,饭总来了 呦,饭总,饭总,哎,你可算来了 哎,你这发型真对啊,哎 怎么是他啊 这,这衣服怎么是呢 你 我,你认错人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认识你嘛 饭总,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行,不能让他说出来 你是不是用富足 需不说真久背后有人吗 你怎么不说啊 我在干什么 你 那个夫妻之间有点摩擦很正常嘛 这种鬼话,他们应该不会信的 剛剛有在讲话吗 你少在这拉扯饭总 人家可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方 怎么会跟你个跑龙汤的纸上关系 你以为我想跟他纸上关系 果然是正在讲话 我还是实话实说吧 好吧 其实我们跟 没错 夫妻之间 很正常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终于可以 你想干什么 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夫妻之间有点摩擦很正常 范总 我刚给您开玩笑呢 我这个样子怎么配得上你 这样确实不行 至少一本身 这人有病吧 不行 我得离他远点 你该不会是想 你用完我就溜吧 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怎么会呢 范总 其实 我已经养过你很久了 男人应该都很讨厌 亲父的女人吧 好说呀 差点错过了 哎呀 好热呀 怎么样范总 我这还不错吧 花了一百多万呢 怎么样 行了吧 你这钱花了有点不值当 我再给你二百万 你再去重新做一下 你 看来只能使出杀手锏了 既然范总这么喜欢我 不如咱俩去酒店 好好聊聊 这下该翻脸了吧 好啊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你好 帮我开个房间 开个锤子 我们不陪你玩了 撞身了 好啊 你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你是谁啊 我认识你吗 我是谁 我是阿豪女朋友 你还要不要脸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 半个小时之前 你还跟我男朋友在这里呢 这不是我啊 没关系 这不正好让你讨厌我吗 没错 我就是贾三 我就是不要脸 你能帮我怎么样 我就不信 这还摆住不了他 好 我就欣赏你这种诚实又勇敢的女人 去什么酒店 老婆 咱们回家吧 不是吧 不是 这 我 你脸疼了 我 你怎么来了 她是谁 这不会是她儿子吧 看她的几张成功 应该还是私生 哥你说话呀 咱把弄都办好了 就给我看这个 哥 我需要一个解释 小朋友你好呀 半个 我叫范叶 没礼貌 叫人 阿姨好 这不是什么 也不至于是阿姨吧 小朋友是近视眼吧 今天忘了戴眼镜了 姐姐离近点 让你看清楚 叫我什么 阿姨 你才近视 我两个眼睛5.2呢 你这个小皮孩 想怕我哥的女人 我见多了 两年前测的 该更新了 没关系 我最擅长帮小孩子测试 糖果 可乐 零食大礼包 姐姐姐姐 乖 这下视力没问题了 姐姐你过哪里买的 这么多好吃的 这还不简单 接近陶特年货节 上陶特摇一摇 腾香年货 一单立减 像薯片 混合装 选命娘 都有活动 价格不怕比 年货全配齐 而且1月11号之后 还有更多活动 那姐姐可不可以 乖 只要你好好表现 姐姐再给你吞腾香 嗯 姐姐你跟我哥 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 不然呢 我哥从来没有带过 别的女人回家里 我是第一个 是吗 怎么把这收忘了 我得跟你走 虽然我哥这个人 在外面不好相处 但是对家里人可好了 既然这样的话 如果我是他老婆 他是不是就不会 跟我撒手了 那你猜中了 其实我这次来 就是要跟你哥结婚的 那还等着吗 啊 不是 这是不是有点快 两位先看这边 我们还 三二一 我们这就结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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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一会儿见 见你个大头鬼啊 喂 好嘞 老哥 嗯 怎么感觉被看穿啊 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等一下 这不是林家千金吗 看样子是来抢婚的呀 亲我的男人 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旅程哥哥 你不是说我要娶我的 你忘了吗 老公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别瞎说啊 你不要连我老公还要呢 像你这么上赶就倒贴的女人 我见多了 是像你能赶紧走 我这么信任他 他应该会被感动到吧 喂喂 我们 旅程哥哥 虽然我当时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离开了你 但从小我们俩一起长大 我才是最了解你的人 这个女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他只是想见你上位而已 不会吧 居然是白月光 那我这一巴掌 岂不是打在了他的心巴上 果然 想到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那个 要不咱起来妈妈说 离开他 拍个价吧 这不是钱的事 是命 是命啊 哎 那这样够吗 这可不关我的事 喂喂 你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不管他打我还是骂我 我都不会还手的 旅程哥哥 我就勇敢这一次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我要是给他的白月光让位 他应该会感谢我 快想想办法 那我走 记得把门带上 好嘞 喂 看来是想我怎么办了 这幅反话听不出来吗 嘿嘿 我可真有意思 你怎么在这 咱俩是夫妻 我不是这儿似的 这 雨晨 你们 你听我解释啊 喂喂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少装出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像你这种女人 我见多了 就算你们结婚了又怎么样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 我早晚会把雨晨抢来 人员 人员 我都被想不了了 雨晨哥哥 抱歉啊 姐姐这么大毒 你不会跟我记账 没关系 看这么了 姐姐可不要着凉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没有鸭子 雨晨哥哥 你 你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完了 我又一巴掌打他在我的心巴上 不行 我得想到可扭转他都我的意思 你待会要怎么做 记住了吗 嗯 嫂子 哆哩哆哆哀忙活了一天了 快歇歇吧 这不要过年了嘛 家里不得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你哥这么忙 这些活就不麻烦他了 哇 哥 嫂子对你好温柔 好几天哦 老公你来得正好 最近天冷了 我给你从逃脱上新买了羊毛衫 正好先在逃脱年货节 上逃脱摇一摇 品牌服装一直封顶 对了 你平时穿的男鞋也在搞活动 逃脱上不怕比价 年货全配齐 1月11号之后 还有更多活动呢 哇 哥 嫂子对你好细节 好周到哦 我给你也买了这新的灯笼家具服 哇 哥 嫂子可真好啊 会说话就多说点嘛 礼物我收下了 不过我有话对你说 早得我尽力了 你自求多福吧 谢谢王 对不起我错了吗 哎 汉晨你干嘛 你不知道黑暗的环境里突然看到眼睛会像 明天的蛋来知道该怎么会吧 放心 我可是专业 有缘 不就是衬托你的白日光吗 你这么小 奶奶 久久第一次见您就迟到这么久 要是换做是我呀 保证 哎 来了兄弟 看我的 哎 老太太不好意思 我他妈路上遇到了个傻子 他妈的跟他吵了一下 这他妈害得我来晚了 他一直都这样吗 不不不 他平时不这样 可不是嘛 要放平时他早就动手了 嘿 坐吧坐吧 老太太实在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按规矩 我自罚三杯 哎 怎么是水啊 一点味都没有 给我上了窝头 记得度数比较高啊 不然喝着没味 酒酒酒量真好 不像我 一口就醉 也就只会叉叉花 做做茶 哎 亲爱的 这两天不是来姨妈妈和清淡女的 你说的对 那不喝七十二的了 喝五十三的吧 喂 乐乐家 我跟你说啊 这一派由我照着 有事你置身 嗯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哎 找抽的你 女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 像久久这样的女人 这样我完成了 记得谢我 哎呦 我太喜欢你了 你紧直就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只有这样才能管住范宇晨这臭小子 奶奶就定不走了 陪你们一起过年 咱们一起啊 吃顿年夜饭 奶奶 我可不会做饭 而且家里也没有肉和菜什么的 没关系 宇晨她会做呀 而且她告诉我呀 现在陶特年货节活动 可奇劝了 谢买啊 也来得及 是啊 春还是久久之前告诉我的 现在啊 让陶特摇一摇 像你爱吃的生鲜食材 五块九封顶 价格不怕比 年货全备节 而且一月十八号之后 还有更多活动呢 哎 你不想要你的白夜光啊 谁告诉你 他这个白夜光了 婚礼上你们 这两集你给我说话的机会了吗 早说啊 我早就算得下馅了 奶奶 年夜饭我也想 好孩子 奶奶怎么能落下你呢 来 舅舅 多吃点 谢谢奶奶 你快点坐 别偷懒 千年的狐狸 跟我在这玩聊拆 配点绿茶小心思 我早就没透 奶奶 既然咱娘俩这么投缘 你帮我个忙呗 好啊 你跟着我干嘛 我 奶奶 您说 范与成哥喜欢什么样的新年礼物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 我想要抱虫孙子 奶奶 他想要什么 你多观察观察不就知道了 嗯 那个 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喝个年饭想吃什么 家里海鲜肉都有了 要不要再买点水果 直接从陶特上下单不就好了吗 之前不是你教我的 上陶特 摇一摇 新鲜水果五块九封顶 价格不怕比 年货全备集 而且1月18号之后 还有更多活动 嗯 也是 那个 我先走了 观察是过错 看来只能用最带的办法 对不起 我实在没想出来 你喜欢什么样的新年礼物 所以就把我能想到的 你可能用到的都买了 有衣服 有吃的 还有 谢谢 我很喜欢 看来我的新年礼物 离我不远了 你干嘛 我还想问你干嘛呢 哎 我这是在揣摩角色 我跟你说 我这次演一个死尸 有镜头的那种啊 可以看得到眼睛 都成了死尸了 还能看出眼睛 你懂什么 死亡对于爷爷来说 是一种义词 算 跟你说了也不懂 哎 导演 我觉得这个角色 这么塑造会更好 宋你爸呀 你就是个跑龙套的 真把自己当主演了 演个死尸戏还真 哎 导演 我可以再试一次 试个屁试啊 我先赶紧滚 别带我吃饭 哎 这是给演员定的 你就是个抽跑龙套的 还敢占这个便宜 赶紧滚 少他妈在这儿爱演 去 哎 会好好说话吗 哎 你谁呀 跟你有关系吗 他对表演那么认真 你看不见吗 冷静一下 好不好 哎 你 你想干什么 回答我 回答我 他那么认真 揣摩自己的角色 怎么就不做了 都算演员了 算算算 那我什么合法 没有他的份 谁呀 你说谁呀 就刚才被你骂的 那个严死尸的女孩子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这就去拿 这就去拿 擦擦吧 谢谢啊 大叔 你干嘛拿瓶子砸自己 为了我女儿 这孩子呀 这孩子呀 就爱演戏 爸 你凭什么干 我个口聚呀 凭我是你爹 当什么演员 女孩子家 当个老师都好 谁爱当谁当 这些我不胜了 你给我站住 你今天要是敢 走出这个门 就当没我这个爹 那您就当 从来没胜过我 真是烂民 扶不上墙 你跟我有多远 滚多远 我有盒饭了 千万别告诉他 我来过啊 范玉晨 看 我今天终于吃上 鸡子的盒饭了 这是我成为 正式野人的第一步 要不要我帮帮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人情质不短 得像高潜贵子的那一套 别演死之了 先要保老婆 杨文老婆 这本技可不过贵 我第一次当主角 难免有点紧张吗 那再试试 你今天口红颜色有点重 所以呢 我帮你猜猜 范总 就差一点 范总 一会儿再说 我们继续 老娘活出去了 没关系 你还是先去工作吧 我等你 工作期放一边 老婆才是最重要的 鬼才要等你 范总 十万火急 好吧 这小家伙跑哪去了 范总 您九点有个会 十点要见一下王总 还有十一点 要开一下门公司 原来在这儿 范雨婷 这也太过分了吧 这下午 六点需要 范总 没事 你接 你最好了 试点 对了 范总 你别生气了 是你先养 你出去 谁呢 这么说 没什么 熊马桶的 你给我过来 我是熊马桶 那他是谁 既然你发现了 但我就不满 他是我男朋友 干嘛这么惊艳 你不是早就发现了吗 他睡着了 我马上到 今天我就把话讲明了 我跟你结婚 也是场交易 现在 我想跟别人谈一场 普普通通的恋爱 所以 你能接受我跟别人在一起吗 我 你犹豫了 看来你也没那么喜欢我 算了吧 我们结束了 我会尽快带着他从你家搬走的 你 为什么把他的气全伸了 范总 他都那样对您了 你还管他干嘛 我已经把钱都给你了 我知道这里没有钱 我真的没有 等我接你就行了吧 你干嘛 你离开我 就是为了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吗 就算他再坏 我也不会离开他的 这里有二十万 以后对他好点 你现在给他三五不就白眼了吗 别以为拉开删除就能躲着我们了 他可是你亲弟弟呀 你男朋友住着十几万一瓶的房子 给你地花点钱 怎么了 那又不是我的 生个女儿 真是没用 就知道倒贴外人 我告诉你啊 这次我们接不到钱 就不走了 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 你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哎呀 我怎么够不着啊 我错了 这就想不够我 走 我还就不信了 哄个男有什么男的 老公 工作这么久累了吧 产生我做的这个汤怎么样 老公 你就原谅我吧 想的没 狗男人 还都村进手了是吧 老公 咱们家便宵好散话了 你要不要去看看 是吗 刚才不还好好的吗 成败在此一集 老公 范宇成 凤子可不是个好习惯 老公 我知道错了 哎呀 老公 对不起嘛 老公 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老公 回来吧好不好 完了 他好像真的生我的气了 那我的小命岂不是 我的青春 他回家看不到我 应该会很高兴吧 我只能将情绪全力所说 捡了只小猫回家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所有我 你坠落 我照亮你 任何散播 妈 我宝贝孩子会 怎么是你啊 买这么多芒果干嘛呀 你弟弟过敏又不能吃 这是我给九九买的 他爱吃 那你进来先坐吧 九九啊 去厨房帮我把海鲜抄下水 好 九九不是海鲜过敏吗 怎么还吃海鲜 又他什么事 他弟弟爱吃呀 妈 我们回来了 哎呦 宝贝呀 你可回来了 哎呦 海鲜真漂亮 就知道不该带他回来 万一他生死了 会不会 你脑子天天在想什么呀 都别站着了 来吃饭吧 你别坐这 坐对面去 让你弟弟他们坐 可那边是不是不太好夹菜呀 哎呀 哪有那么矫情呀 过不着站起来嘛 爱吃不来吃 哎 还是我坐这吧 我胳膊长 姐 你这耳环可真好看 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好啊 我跟你说 这个耳环 哎 哎 你干嘛自己卖呢 姐 你把你的这个送给潘潘吧 是啊 让哲就把他的给你不就行了 这是范雨泉送我的 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他喜欢你就让一让呗 还是算了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哎 潘潘 哎 你你你 等等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赶紧给人道歉 就是啊 姐 你干嘛那么小气啊 我们分手吧 碰碰碰碰 妈你看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和九九有什么关系 你看他今天 你两个眼泪价都没有 家务不做 东西不让 人家小姑娘肯定觉得这大姑姐不好相处 家务为什么弟弟不做 他小嘛 他是姐姐 从小就是他做 照这么说 他说先出生还错了 要是弟弟先出生 岂不是九九就不用忍让 要是弟弟先出生 那就没他什么事了 妈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不关心我 你不知道我对什么功 也不知道我爱吃什么 就连吃饭都让我坐在最边上的位置 现在我懂了 原来你是不爱我 谁让你是女孩子呢 真没想到你一个当妈的能偏心到这种地步 我已经舍了一天了 现在那个女孩应该跟我感受一样 妈 你看 我也是个女孩子 九九啊 九九 别哭了 床花了怎么办 三云辰 待会还要见公公婆婆呢 什么 我都进来了 你还要回家吗 你还信什么你 假许要收钱呢 都五六十岁的人了 你还能离婚 你丢不丢人呢 果然 哪个凶手都有一个不信的童年 爸妈 你们这是干什么 就是啊妈 有什么时候过不去啊 今天当着孩子们的面 我把话说在这里 就是明天去死 我今天也要跟你把婚给离了 你这到底是为了啥 今天那菜做闲了啊 以后少放点盐 知道了 今天的菜可新鲜了 多少钱 两块五 你就是懒 两公里之外的农贸市场 不比这便宜啊 外面在下雨 再说我的腿也疼得厉害 这个比农贸市场 就贵三毛钱 三毛钱不是钱呢 我的钱都是大风吹来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过日子就要精打细算 多大的家产都被你败光了 你买这个干嘛 你配吃吗 这个从你养老金里面扣啊 你还有理了 这些年你赚过一分钱没有 不都是我养着你吗 我每个月还给你五百块生活费呢 你还想要什么 没错 你试给我钱了 买菜的时候 我要买你爱吃的菜 吃饭的时候 我要吃你剩下的 当年我们创业成功 是你让我回归家庭 我为这个家做了二十多年的免费保姆 现在不要找回我自己的人生 太过分了 就算他把我杀了 我要支持妈妈离婚 妈 咱们走 大不了以后我养你 放心 我们俩离婚 他得分我一半的财产 那还等什么 咱们先去做个头发 再好好抹几身衣服 走 那个爸 我也先走了 臭小子 你给我回来 妈 在这拍张照吧 妈 咱们去那家店公公 妈 你说他这个发型 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 美少女的少女少管 走 你怎么在这 你刚刚不是挺张张的吗 先睡会儿 别闹了 我可不想吃大杯扣钱 大董 不好意思 我没来晚吧 没事 刚刚好 导演 咱们拍吧 好 准备 三 二 一 有愿望阿姨 这种事的真的不是我过的 不是我过的 好 丁安哥 你再上 不行 不能过 哥 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把你的脸露出来 让观众看到 它不长记性 对不起 我 导演 这条能不能剪出来 应该能 不行啊导演 这替身露脸 叫穿帮 您可是有追求的导演 怎么能这么不专业呢 我觉得啊 导演 再来一条吧 我可以的 麻烦老师 来跟我准备 再来一条 不行 太假了 动作不好看 你怎么又把脸露出来了 混得真刺 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啊 装什么装 赶紧起来 大家都等着你呢 别耽误时间 待会儿投资商 还要来视察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导演 范总来了 你范总 您怎么来了 我是来看女明星的 原来范总是来看我的 我是您的粉丝 可以跟你合掌影吗 我 你干嘛 范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只是个替身跑龙套的 眼星一点都不专业 你说的对 他一点也不专业 不如你这个专业的给他演示一下 刚刚那场戏怎么演 我 我是被冤枉的 太假了 不好看 拜托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 这些是爱演示演法 我不拍了 你怎么把人气走啊 他可是现在这首可热的女明星 管他什么女明星 欺负我的人就是不行 哎呀 他俩倒是天明 我的是怎么办 这不是现成的吗 恭喜学校拿下人生第一个女主角 谢谢大家 怎么是爱死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呀 晓晓你发什么神经 哥哥 我只是想祝贺下姐姐的 你信我呀 我知道了 你不会是怕姐姐生气才凶我的吧 姐姐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我们年轻人都是这么玩的呀 这妹妹有点东西啊 一句话挖两个坑 晓晓 你不是说年轻人都这么玩的吗 我也赶回时髦 怎么了晓晓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哪里生气了 今天是姐姐的好日子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先去换件衣服 待会再来给姐姐好好庆祝 那我也去换一件吧 想不到姐姐眼光弄和我一样 哥哥你来的正好 你看我和姐姐穿同一件衣服 谁好看呀 你还能再绿茶点吗 哥哥你说话呀 哎呦 不行了 年纪大了 喝了两杯 手就不听使唤了 晓晓 没事吧 让我去换它 让我滚 没事阿姨 我再去换一件这心 这婆婆也太能处了 我扫这脚 怎么看这么碍眼 看习惯就好了 糟了 她好像真的能听见我这想什么 既然你这么喜欢我老公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这是我家的钥匙 如果你能拿下它 我就当遇到个渣男 如果你拿不下 那就躲好不送 那就这么说定了 哥哥 你看看还有哪儿要打扫呀 这儿这儿这儿 还有闹 弄着干嘛 赶紧的呀 打扫的不错嘛 不过以后打扫完了 记得本来机扔了 这么冷的天 你也不舍得让哥哥下了玩 你都把这些衣服洗了 哥哥还等着呢 你确定哥哥穿这个 谁还能有点 就说定好了 哥哥 我一个人看恐怖片害怕 你陪我一起吧 你怕我就不怕了 什么胆骚鬼 我给你看 哥哥 我好无聊啊 无聊的就给自己找点事干 没看到我 正好去帮哥哥把狗溜了 你可一定要照顾好他 等等 你别跑了 他也太能跑了吧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狗溜你呢 你胳膊受伤了 我帮你处理一下 不就擦破底皮吗 再晚点伤口都要愈合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疼不疼 他今天怎么还不来啊 他不来不是好事吗 不行 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我得去找他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 我今天大姨妈来了状态不好 改天再跟你抢男人 大姨妈来了 你就应该好好躺着呀 红桃水有没有 我去给你倒水 秋儿来个大姨妈 有必要那么夸张吗 你懂什么 女人这个时候最脆弱了 小心烫 哥哥 喝奶茶 你怎么还不死心 姐姐 我能尝尝你的奶茶吗 给 姐姐真甜 我怎么感觉我刺激的对面 谢谢 等一下 您的余额不足了 前两天不是刚冲过吗 您朋友最近经常来刷您的卡 哪个朋友 就是他 宝贝忙什么呢 出来逛街呀 行 我正好在外面 那一会儿见 再帮我撑五千吧 好的 谢谢 刚送走了个小小 又来了个玄玄 我这情地也太多了吧 咱好久没一起出来逛街了 是啊 你这是出来逛街还是进货 这不刚好你有会员吗 走 分开还是一起结 一起就行 愣着干嘛 结账呀 哎呀 结完了请你吃好吃的 铁公鸡终于肯八毛了 那我可得好好加一顿 让我想想吃西餐吗 还是 那多没意思 走 我带你吃个好吃的 你说的店就是这里啊 这店破了点 小了点 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老板 来份羊肉汤 你不喝吗 它叫量很大的 咱俩喝一份就够了 好吧 赶紧吃啊 等会咱们唱歌去 你们今天都放开了 想喝什么随便点 我来买单 这么大发 给发牌了 发什么财呀 有冤大头帮我们买单 谁让他那么好骗 他还真把我当好闺蜜呢 等会他来 你们也都跟他谈到镜 说不定以后 你俩也吃喝不愁了 来来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闺蜜 也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以后你们来都寄我账上 来坐呀 我就不坐了 你能解那句 小色也不合适吧 都是自己人 这都算我的 好 那我帮你叫服务生 你好买单 你好 这边消费一共三万五千八 宝 你又跟我开玩笑呢 我来你家店里玩 你不会真让我买单吧 你的意思是 你出来跟朋友玩 我买单 我朋友不就是你朋友吗 别这么见外 再说了 这是你老公名下的产业 你跟前台说一声 那不就免单了吗 这种小钱多大点事啊 再说了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有钱出来玩 没钱回家待着去 这是你朋友 又不是我朋友 为什么我买单 救救 我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你别为难我行不行 你的朋友怎么回事 太小气了吧 就是啊 对朋友还斤斤计较 都什么年代了 还玩到我都绑架这一套 既然你俩是他的朋友 现在朋友有难结不了账 你俩不得帮一帮 谁来 九九 你这是要跟我翻脸呀 没错 就是要跟你翻脸 现你三天之内 从九九给你租的房子里搬出去 不然我就换送 还有借你的车 身上买的衣服 去换起来送到我办公室 萱萱 那我们先走了啊 等等 你们两个把单买了一起走 知道了 知道了 对不起啊 我又给你惹麻烦了 快 没事没事啊 这一下总算没人跟我抢老了 要是咱俩喝点 知道了 你干嘛 我想说 但是我的男朋友一单一样 找个男朋友不容易 踏着就会有头 因为有缘才相见 太多不见低头见 大人不及小人苦 相逢一笑 女人愁 站在天堂看地狱 人生又想请酒吃 站在地狱看天堂 为谁先苦问谁忙 有缘进门背头 无缘天堂一方 你在这嘟嘟嘟嘟什么呢 会以布鲁县尊胜 你先进 慢点开 我现在可是伤员 你给我等着 你快醒醒 我把人车撞了 撞了就撞了呗 什么车啊 好像是B开头的 奔驰还是宝马 没事咱赔得起 我不是 那俩车我认识 那是宾利 也不是 他们有小翅膀 啥呀 皮亚迪啊 好像是B 又 J 什么 什么啊 是不是很贵啊 没事没事 不要慌 相信自己一定不会有事的 群人的眼睛是悬亮的 他们一定不会为难你 真的吗 我说的是我 你是被告 老是在这待着 半语诚 我跟你吃不了力 这不信了 离开这个狗男人 我还 这船太行了 猴死我了 姐姐 给 谢谢你啊 小朋友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我的钱丢了 那是用来给我买学习资料的 听话 赶紧回家吧 我相信爸爸妈妈 不会怪你的 我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 那十块钱是奶奶 捡了一个月瓶子才攒的钱 这么有总吃啊 那我帮你一起找吧 谢谢姐姐 起来 怎么了 后悔了 外面 看着你摸不好 收起你妈脑子的黄色的肥料 这哪呢 姐姐找到了 这次可要说好啊 谢谢姐姐 可是我的钱没有这么新 这小孩总是让人心疼 你去哪儿啊 老板 仗急了 慢走 趁好再来 姐姐等一下 怎么了 我奶奶还没吃饭 刚才倒进垃圾桶里的串 能不能给我呀 我要的话 老板不会给我的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你就说 你就说是喂狗的 乖 咱不吃垃圾桶吧 姐姐给你买新的 走 给 谢谢姐姐 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明明是我父亲 闭嘴啊 好了 靠黑家吧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不对啊 下个月的今天就是我的死期了 老婆我回来了 舅舅舅舅舅舅舅你没事吧 笨蛋 你才有骗到了吧 好玩吗 舅舅 舅舅 舅舅你怎么了 饿了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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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玩 我要吃饭了 你再骗我一个试试 正好一起洗 上身 臭油妈 最后一块肉我吃了 你走 累死我了 快你吃你吃死了 你再不起来 导演把女生交给别人了 怎么回事 还不好使呢 我要拿你癌癌了 哎呀你 舅舅 你 你再不起来 我一个人去吃火锅了啊 你最后一块肉吃掉 我 舅舅 舅舅 我求求你醒醒好不好 求你了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这是他最后让我给你的 他说他怕你受不了 笨蛋 所以才想夹死这个办法 不跟你玩 我要吃饭了 臭龙毛 你早全死了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太难过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太难过 没想到我对他这么久了 那我求求你了 你去帮我小想办法吧 与其死在他手上 不如你主动一点 让他认为你死了 岂不是一劳如鱼 这个大家 她是怎么在叫我 我属线检查吗 你怎么顾约了个男医生 还要时间这么紧 还得帮你缘户 能给你安排上就不错 把声音脱掉 没事 医生眼里没有男女之分 前男友 你会这么倒霉吧 你要过去去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他应该不会认出我吧 九九女士 你的内衣落下了 我 你约缩人 今天怎么这么风声 我约了我小九九 他就是这方面医生 不会这么巧吧 他叫什么 宋珊 我突然想起来 问我快点还没打 舅舅 小七九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菜不错 要是再来点醋就好 我去拿 小七九 你不是不吃醋 我这是在替你给他立规矩 醋来了 能放香油 家里没有香油 我记得你们小区 一进门就有家超市 不会也卖断货了吧 我这就去买 买回来了 味儿挺香的 但是我已经吃饱了 先放回去 我去 宋珊 你不要太过分 那有本事 你就公开我们的关系 你们 别忘了当初 是你先放弃我的 尘尘 我们分手吧 我昨天晚上去喝酒了 你能不能不要说别的 但是我第一次喝 酒量不太好 昨天晚上三点 我一个人在酒吧的卫生间 吐了十一次 我在跟你说分手 你知道吗 分手 你就不想知道 我去的是什么酒局吗 我想 是一个面具吧 都两点多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晚上加班回不去了 干杯 妹妹继续啊 哎呀 帅哥 人家是第一次喝酒 他一直欺负我 那我帮你喝好不好 那你会一直帮我挡酒吗 我帮你放心 我怎么舍得你喝多了 那要是你也喝多了 怎么办呀 你看 说不如个傻子 挡在我们前面 都会吐十几回了 好酒量 继续 你们 还是我前男友 我早就知道了 谢谢你当初的放弃 不然 我还没有机会遇到他们 放心 我以后不会过以前的日子 这是我哥 这是我嫂子 哥 嫂子 呀 雨晨 这是你女朋友呀 你妈生日还迟到 这也太不同事了吧 对不起 我 这不是取蛋糕了吗 您是 你满月酒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呢 怎么 有了女朋友 就不认识你二姨了 二姨好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久久 如果她愿意的话 将来也是我老婆 赶紧坐下吃饭吧 行 我知道了 我有个很重要的项目要签 要不你先跟我回去一趟 我怕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干 雨晨 瞧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都是坏人一样 难不成还能把他给吃了呀 哎呦 你赶紧忙你的去吧 你先去吧 我可以的 行 有事给我打电话 听说你是做影员的呀 我们舅舅可厉害了 还拿过奖吗 定气好爱 哎呦 姐 你这心可撑大 她在外面抛头露面的 丢的可是我们范家的脸呀 再说这女人挣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啊 伺候好你 洗衣做饭 照顾好男人 才是她的本分 我这么年轻 哪用得着她们伺候呀 哎呦 这还没过门呢 就替你说话 你可得好好孝顺她 多替我们范家 生几个大胖小子 传宗接代 来九九 先吃饭 嗯 是该多吃点 你有一米五吧 这以后要是生个孩子 随雨晨还好 要是遗传你的琴 这可怎么办呀 女孩子嘛 本来就娇小 而且九九她弟弟 比雨晨还高呢 琴这事儿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还有个弟弟呀 怪不得没听你说过 你的家庭 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什么 你还是单亲 哎呦 单亲家庭的孩子 有妈生没爹养 心里还容易不稳定 哎呦 可真行啊 哎呦 我可接受不了 你了解担心家庭吗 你就这样说 哎呦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怪不得别人说 买猪还得看卷呢 一对离乐婚的父母 你怎么说我爸妈 长辈说你两句怎么了 我怎么 哎呦 雨晨你来得正好 你看你这个好媳妇 长辈说他两句就摔快感 一点教养都没有 但您对着我女朋友 平头论足 甚至攻击她的家人 就是有教养吗 我叫您一声二姨不讲 但您心里清楚 我们两家的关系 把肝子都打不着吧 所以请你适可而止 雨晨 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肯定是这个坏女人 把你带坏了 九九虽然是单亲 但她是我见过 最坚强善良的女孩 不过我就不一定了 您还不知道吧 我爸妈也离婚了 名义上 我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如果你再这么闹下去 我不介意让你看看 什么叫没教养 哎呀姐 滚 这里不欢迎你 来来来 别理她 咱们一起欢迎九九 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干杯 干杯 你准备吗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是这样吗 我的脸怎么这么烫 等等 他不会真的能听到 我在想什么吧 不行 我得试试他 帅哥 这细狗应该指不到几下 你什么大物丝 跟我做一样的磕丑 能连是急于谷大的男人 也太帅了 你差不多就行了 好啊 范玉成 我就知道你能听到 我的心里话 还在偷偷笑我 谁让你老说我是凶手的 你确定上一辈子 我就是这么撞死你的 那还能有假 我跟你说 上脸子可惊险了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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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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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很疼吗 要不要轻一点 我只是想看你心不心疼我 傻来这套 秋秋 谁啊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 对不起你的事 你原谅妈 好不好 妈 自从你只管儿子 不顾女儿死活的那一刻 你就不是我妈了 赶走 赶紧走 秋秋 秋秋 谁啊 拿着 我没点完 妈给你煮了些红糖姜茶 你大姨妈来了 喝了能舒服些 妈没别的意思 你别误会啊 就是 就是想你了 恭喜我们九九 成大姑娘了 待会儿妈给你煮碗红糖姜茶 暖一暖 啊 别怕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如果换一种结局 在一次相遇 我还能够 只要维持着 妈妈到快死的时候 才意识到 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人 是你 小李 那个保险我先不投了 你能把钱退给我吗 王姐 我这儿有个限量的保 拿付你方片 你帮我卖了吧 张宇 最近帮我多接几场戏吧 连住转也行 来 舅舅 以后不要再跟你妈来玩 我跟保安说了 以后不准她再出现 怎么 你现在是觉得 我有这样的妈妈 让你丢人了 怎么会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快你就是这么做的呀 舅舅 你听我说 你现在觉得 我拖累你了是吗 儿子 是成了 本来啊 我只是想卖卖财 从你捡到弄点钱 谁想到 他男朋友那么大方 一出手就是一百万 这下呀 你的婚房财礼 都有着落了 是个闺女还是 琼琼 哎呀 闺女 你把卡新还给妈 听妈解释 是 心太软了 才会一次又一次上你的当 哎 哎 舅舅 舅舅 你 你把卡给我呀 舅舅 你都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 他在装柄骗我 为什么还给他那么多钱 因为我不向你难过 拿一百万 买一个你妈妈 还爱你的梦 值得 可梦是会醒的 梦醒了之后更残忍 你再一次让我确认了 他不爱我这件事 可我爱你 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计划 我管一 我是爸妈捡的 喂 你们俩眼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对呀 我们还有个儿子 我拿一下 来 拿着 这才对吧 走吧 老婆 不要 更过分的是 来儿子 多吃点 尝尝味道怎么样 味道不错啊 那就行 看来没快 老婆 多吃点 嗯 我大声的抗议过 老爸 你回家一进门就喊老婆 你怎么不喊我 好好好 我们再来一遍 嗯 儿子 爸爸 我老婆呢 老公你回来了 不过日子长了 我发现我对他们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啊 作业喜欢了吗 功课不行了吗 那你吃什么吃 喂 又开始了 你妈我整天忙里忙啊 伺候完小的伺候老的 泡着迷洞 放着亏了都没时间出去逛街 我容易吗 我 你爸我天天辛辛苦苦在外面应酬养家 连这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回家还得还训 我容易吗 停停停 你俩都不容易还不行吗 那你还不懂事点啊 喂 对不起啊老公 也不知道你跟人家那么累 怪我 没体谅你在家的辛苦 要不还是你吃吧 不不不你吃你吃你吃 你吃你吃 吃你吃 这个家没我都得玩